范冰冰被报社银行为贷传罪名已定办公室清空 范冰冰 范妍应被中国名罪崔永元爆料已以阴阳合约逃税不仅掀起中国影视圈以政查税风波,她本人也消失多时,几度传出行动被控。 昨中共党报《证券日报》刊出范冰冰却已被控制,将接受法律裁决,并指称她还涉嫌银行违规放贷以及腐败案件,让外界更加相信她深陷险境,不过今天相关报道已不见踪迹。 据北京影视圈高层透露,涉及贪污案,真的麻烦大了。 估计范冰冰这事,近期就会有官方出面说明案情,应该是罪名已经定掉了。 今天下午,中国媒体《凤凰网财经》走访范冰冰冰工作室,发现办公室人去楼空,所有文件都被轻走。 但媒体询问该办公室管理公司的说法是,工作室要做清洁工作,完成后员工就会回原处上班。 当时有三、四名庄黄师傅正在粉刷墙壁,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昨天范冰冰工作室还在正常办公。 中国业界今传出已接获央视广告部通知,今日起有范冰冰作为代言人一律进播。 此,搜狐娱乐乡央视广告经营中心的工作人员进行求证,该工作人员回答,没有,我们没有收到通知。 范冰冰冰一向活跃于社群媒体,但自6月2日之后微博未有更新,一路神隐,网络谣言四起,有传她的却入狱,更有港媒称她已补足税额逃亡美国准备与未婚夫李晨结婚冲喜。 李晨微博自7月6日之后就未有更新,范冰冰弟弟范诚诚倒是活动不断,却都未曾出面回应关于范冰冰紧跨或是下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